你们会不会觉得任何东西一旦是囤了 它就一定会有用 我到底都在下囤了些啥 放了五六年的纸袋子 小毛驴 各式各样的得力班 还有收纳柜 那柜的收纳柜 收纳盒的收纳箱 这里怎么还有个锅 手机刚化膜买了半年 派成情同器了 我贴 我就放着 各种酒店牙刷拖鞋 我囤到人家酒店都倒闭了 有用 无屁 没客人来 不要跟我说什么断舍离断舍离断舍离 充电线你留着难道以后不会有用吗 从小到大的衣服我妈也给我收起来 说拿去给我孤家的狗 他妈狗长这么老长 你是想不通为什么有些房间 你明明住得好好的一夜之间 然后你就开始不断的买收纳柜 收纳这些杂物 牙一顿脚一咬 把里面的杂物扔了收纳柜 又变成杂物 那不得不承认我很多的杂物 都来自于我可爱的销售 常常的镜子跟家里的不一样 两个月后我还专门跑回去问销售 有没有能配得上他的单品 我居然还觉得有道理 最近我想明白 所有东西只要不扔 等我结婚了 他们就都是我的不动产 其想能上几个菜就看他们的了 谢谢